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指导老师 谢雪茵老师 依前言 图书馆依其功能可分为公共图书馆 专门图书馆 学校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等 也可分为掩藏型 学术研究型 服 误社会大众型 帮助学生课业型 等而一贯到神圆山庄义和圣堂图 书馆 筹备中 也是为服务到亲信众及社会大众而设立的 以如是 道 耶 回教这五大宗教的经典籍相关论著劝善书及电子多媒体出 版品或是道场举办活动所拍摄录制的3CD等为主 但愿透过网记网络 帮助天道四海洋 会命涌流传 在网站内容方面要探讨世界五大宗教经 点教理 在道场各种法会班别活动中摄影录制 然后将影片 声音 图 片家以数位化然后上传网站 建立全球资讯网 服务到亲及有缘人 祈愿 即使皆以更多善男性与同瞻天恩施德 也尽一步为传承传播中华文化 而奉献一份心力 永远怀抱希望 为早日实现大同世界而精进自强不息 当今电脑网记网络科技一日千里日新月异的时代 各行各业必须配合环境求新求变 以前说的保持现状就是落伍到这个一世纪电子化 时代如果保持现状就会被淘汰了 为了图书馆的进化必须重视电脑资 讯科技网际网络的发展 俗话说危机就是转机 以前图书馆的功能较少但是限制却较多 现今图书馆形象与功能可以更重要更多元 所以为了充分发挥图书馆的功能 更要重视图书馆高效能高科技参考服务 有效满足读者的心灵渴望 学习企业界在竞争中求生存所得到的智慧 进而实现造福人群 进化人类的神圣使命 关于准备这份报告的心路历程并不顺利 书与参考资料有在看 但是选 哪一个报告题目却是举棋不定 造成时间急迫 影响报告内容品质 我得够 想试参考老师的讲义内容 再加一些参观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图书资讯大楼 的心得以及自己的期望先储备财学等待时机 及时帮助神圆山庄义和 圣堂图书馆的成立与发展 尽一份棉薄之力也盼望同行为人相助 为服务 人群效力 二内容 这个报告主题真是让我这个门外看大开眼界 可看出为读者设想的用心 以下先是学习谢老师的专长 再附加自己的想法 一 参考服务的意义和特质 一 参考服务是以参考管员作为读者和图书馆资源间的桥梁 二 回答读者的问题 指导读者搜寻资料 协助读者快速获取所需之资讯 所强调的是服务精神之发挥和落实 二 其他相关名词 参考工作 参考资讯服务 网际网络参考服务 数位参考服务 电子参考服务 须以参考服务 三 参考服务的特质 在工作上 以协助读者为主 这是人本思想人道主义 以客位尊的读者导向 在目的上 细利用资源协助使用者寻求知识 可透过读者服务技术服务及资讯 续检索 在观念上 担负有教育与传播知识的责任 要配合时代环境变迁 用高科技求高效率 在技巧上 运用人技沟通 运用人技沟通技巧以达到服务的效果 可学卡内基沟通训练得到实用技巧 2. 参考服务的缘起 1876年格林首先倡导参考服务 1883年波士顿公共图书馆 首先设有专职之参考管员 3. 参考部门的组织 要有参考管员坐在参考咨询台 参观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图书资讯 管中山大学图书资讯管四楼都有 1. 组织形态有五大类型 监理型集中制综合型参考式集中制分组 部型分散制分科型分散制折中式 2. 科组制分组型和分科型之优缺点 4. 参考式的规划设置可参考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图书资讯管参考式的规划设置 5. 参考管员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5. 红莦联罗没摔寿骨 5. 组织活动